Hello 小伙伴 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Hello 小伙伴 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飙车 我是旋律风 当然也是开着A86的大冰块 今儿正经跟大家开始聊聊这个车跑起来什么感觉了 当然一开始还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它这个原地立卷 好 开始直接清零清零清零 然后轻轻地勾注 这个车放盘是很沉的 是比一般车要沉得多得多 所以说看看它能不能打破记录 好 非常费劲的 90度 OK 停 2.443公斤 就是两车的一个普通模式下边的一个原地地区 当然这个车还有一个运动模式 也跟大家去试一下 但是这个车我开的这几天 它的运动模式跟放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也是 因为毕竟它有了一个模式 所以就测一下 好 刚才已经清零了 继续原地 哇塞 好沉 跟刚才不相上下 90度 OK 2.369会有效果差 所以说基本上还是属于同一个转向力度 总的来说真的是很沉 接下来马上就要跟大家去聊一聊 这辆放盘很沉 那车身很短以及车身很低的这辆86 那跑在马路上是什么感觉呢 现在跟大名话一块去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就把这辆车开起来 跟大家去聊聊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这个的确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跟大家去分享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面的跑车 这个也叫做Rumor级的跑车 那也是跟大家先说一下它简单的一些数据 当然对于这款车而言 用的是一个水平对质的发动机 那是一个2.0自然吸气的 那它的最大功率是147千瓦 那最大扭矩是205牛米 那配备的是6速手动或者是6速自动的变动箱 它的发动机的功率的确不高 但是这辆车仅仅只有1.2吨左右 所以说这辆车在马路上开的感觉 真的是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挂上档放下手上 然后踩油门 出发跟大家去聊一聊 首先还是老规矩说点起步这点事 当然这个是一个6AT的变速箱 起步这块它不会有那种双离合的顿挫感 是一点都没有的 但是这个车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这个车在起步的时候 它的油门是比较敏感的 它甚至于稍微的多踩一点 它就会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 冲击感 它不会是像涡轮增压机那样 一脚踩去给你后背一脚踹上去的感觉 这个车的转向呢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贼 并没有像欧洲车甚至于像法国车 就是你在转向的时候 它能够有极快的那种 没有一点点犹豫的转向度 这个车是没有的 就是它的转向的质感 我其实从现在仔细的去想的话 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日系车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当然了这个车我们小伙伴也开了 就是它说呢说这个车非常像就是那种日系小车 比如说什么亚历士啊 志炫啊 非常像那种车的感觉 但是呢我会觉得基本上是同意的 但是呢又没有像传统的日系车来的那么的粘 其实它的转向相对于是比较沉的 在转弯的这种感觉 并不是让你感觉特别像一个电动助力的车型 质感特别的像液压助力 之前跟大家特别早的时候分享过马斯达的车型的时候 那辆C34的时候才会有类似的东西在里面 就是我部分到现在为止 液压助力是非常有驾驶回馈的这样一种转向系统 是非常非常直接的 它跟电动助力是非常不像的 可以说这个车转向的调教偏沉 然后呢特别像液压助力 虽然我刚才说就是它的转向不贼 就是那个贼就是你在一动的时候就会有特别的那种 那种感觉这个车是没有的 但是也丝毫不会减少它的驾驶乐趣 也就是它的底盘这块东西 我之前没有开过86也没有开过BRZ 但是我开过别的很多很多的车型 就是它的底盘我上手时候的就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的硬 在我印象中跑车底盘是很硬的 这个它的底盘的这种硬度呢 我感觉和F底盘的三系是有些像的 但是它的确会比三系再硬一点 但是它绝对没有像大米国之前开的什么EVO啊 什么STI的就没有那种车向来的硬 你VIO那种车它的那种避震 你是用手根本就摁不下去的 你在马路上如果说像北京市啊 二环那种我们叫搓板路的话 真的能把你肠子给点出来 但是这个车呢 我还会说底盘是有非常直接的回馈 但是它又没有牺牲太过于多的舒适性 就是我会认为这个车呢 同样是有驾驶乐趣 但是你又的确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真正的买菜车来用啊 是可以的底盘呢 调教我认为真的是调的是比较仔细和比较讲究的 总体来说是偏硬的 但是还是话说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用 当然说呢 这个车的总体的驾驶感受呢 就是让你很灵巧很灵敏 然后你甚至于在转弯的过程中呢 你会感觉这个车它四个轮胎都是可控的 好 现在呢又是一个比较畅通路段啊 我们还是老规矩 去感觉一下它的这个半途加速的能力 好 现在驿站呢是60公里的时速啊 它的转速呢只有1500转 我相信它应该是挂了一个6档踩下去 直接跳到5000转 7500转换档 7500转换档 当然呢 接下来就是隆隆的这种排气的声音 当时这个排气呢 之前小伙伴改过了嘛 所以说相对而言 它的这个声浪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呢 这个后门听起来还是挺刺激的啊 行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半途加速啊 给大家算是做了一个展示 它的变速箱的降档是非常非常迅速的 我同事开的时候 他会觉得这个车呢 可能非常容易的出现极限 这个我不否认 因为它的极限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它出现极限以后 你又会非常容易的去控制住这个极限 我觉得这个是这辆车 给我的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感觉 当然呢不否认 就是它比较短的轴距 比较短的车身 比较轻的车身重量 以及接近于50比50的前后配比 它的比较低矮的坐姿 以至于水平对峙发动机 整个让重心的靠下 和我的整个人坐姿是比较靠中央 这种种的因素 促使这辆车在底盘的这种调教 包括说你在运动状态中的回馈 你会感觉你的人是在这个车的中央 而四个轮胎是围绕在你周围 去进行转弯失控可控的这些东西在里面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感觉 它完全不同于我们之前开过那么多的轿车也好 是豪华轿车也好 甚至于叫做电动的跑得非常快的轿车也好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在之前跟大家去分享宝马三系的时候 我记得我说过一句话 就说宝马三系是一个非常有驾驶乐趣的豪华轿车 这个是它的一个第一属性 然后才是具有非常好的运动性 这是一个附加属性 但是对于这个车而言 第一属性就是有非常好的驾驶运动性 这是它的第一属性 所以说两种车开起来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说宝马吧你说它有没有运动的基因在里面 有宝马是一个就是最具有运动感的豪华车型吧 但是它是一个轿车 它是一个豪华车 但是对于这个车而言 就是你能够从特别根本的地方 就能够感受到它所有的一切都是以它的运动性 包括说它的操控性这些为基础去进行设计 包括说去进行调教的一切所有东西 说说放动机跟变动箱这点事 这辆车我可以说它任何的地方都是可圈可点的 都是有它非常独特的地方 放动机刚才也说过了 是一个2.0自然机器的放动机 我们这台的变动箱是一个6速的变动箱 它的油门调的是非常的敏感 就是你稍微一踩它的变动箱就会有比较高的转速 去给你力量的输出 当然这种调教 我们之前接触过很多的日系车 可能在起步的前段都会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一踩 刚才那样后门的轮胎已经开始有线滑和侧滑的那种东西在里面 这个车是开的非常有意思的 起步的时候它就是非常亢奋的起步 但是我们说过很多很多的我们叫做日系车 它只是在第一脚的时候有这种感觉 但是这辆车是你只要踩下去以后 至少我会说在120公里之前 它时时刻刻都会给你这种比较激进和亢奋的动力输出的这种东西在里面 它的功率也好 它的扭曲也好 并没有像我们看到一般的涡轮增加 说哪怕可能是一个1.4的1.5T的发动机 可能都比这个功率包括扭曲要强 小伙伴们 你想体验的是一脚踩下去那种推背感的话 我觉得你就不要去看这辆车了 我觉得这个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是因为对于这块来说 它的确不占优势 它不叫做一个叫钢炮类的车型 什么叫钢炮类的 譬如说什么GTI 譬如说什么福克斯RS 包括说mini的高尔CW版本 它叫做钢炮车型 它就是一脚下去 让你感觉到非常非常强的直线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车你是找不到这种感觉的 但是你在这个车的上 你是能找到弯道的感觉 它能够非常持续以及绵长的去发挥它 发动机给你的功率 带给你的这个变动箱也好 还是你的整个的操动感觉也好 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东西 就因为我现在还是一个普通的模式啊 都不是运动模式 我稍微的踩一踩 它的转速绝对是3000往上的这种转速换挡 也就是说这辆车你在开的过程中 它的普通模式就非常像我们一般叫车的运动模式 考到运动模式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它的换挡的转速会一直延续到5000段6000转才去换挡 而这个时候我的油门也仅仅才踏进去连一半都不到 开这个车的时候你会是一个什么感觉 就说你想把这辆车开成一个叫做买菜车可以不可以 把它开成一个尾牌不要发出那么大的嘶吼声的正常的车可以不可以 我的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呢这个时候你是需要把你的油门控制的极其的精确和极其的微妙的时候 它才可以变成一个我们叫做正常的车 我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那种驾驶习惯去驾驶的话呢 就像一个脱缰的野马一样一直在不停的奔跑 而且呢它的最高的转速是7500转断油的这样一个区间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正常的车呢是6500转 它已经比一般的发动机要多出1000转了 天万不要去忽略这1000转的最高的驾驶组 它能够在赛道里包括说在加速过程中 能够在一个档位里面更长时间的加速 它的发动机和变速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说它的确不猛 不是那一脚下去窝鱼就用啪 把你给挡起来那种感觉这是没有的 但是它依然是以它的1.2吨重的车身 能够提供你010-100加速 至于我们这个是一个自动挡车型一个8秒的这样一个加速力 就说8秒优秀嘛 对于一个普通的买菜车来说 或者说叫做一个家用轿车来说 8秒很快了 但是作为一个跑车而言 8秒真的不算是快的车 但是呢就是我还会说 这辆车你要体验的 不是那一脚油门带来的加速感 或者是肾上腺素分泌 给你身体那种刺激感 而是体验它在拐弯过程中 那种轻重量 包括说低的这种跑车 能带给你的那种驾驶的乐趣在里边 这个车呢可能小伙伴会认为 多少跟什么AE86有一些关系 当然我们之后拆车的时候 给大家去聊的更多一些 当然呢我也看过很多东西啊 包括说像日本的飘移大神啊 那个徒步归世的时候呢 也说过说AE86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飘移车 就是因为它的整个车身和它的动力 它的衔接是非常平衡的 当然我也会觉得对于这个车而言 对于我们在城市驾驶的可以驾驭的跑车而言 我认为是很平衡的 这个车在驾驶过程中是一个完全没有过的驾驶感受 我还是的话就小伙伴可以去赛产店去试一下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车有没有试下车啊 小伙伴还可能会说 说这个我买一个钢炮车行不行呢 不说不行啊 但是我觉得才要真正的体验驾驶的乐趣 这个驾驶乐趣真的不仅仅是一脚油的事 我觉得这个车至少说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能够买到的最便宜的入门级的 我们成为跑车的车型也许是没有之意了啊 好那紧接着呢 再说一下油耗吧 包括说一些震动等等啊 当然说呢这个震动啊 其实我觉得还好噪音的确挺大的 是因为这个车总体而言啊 尤其是它这个尾牌 你踩的比较大的时候呢 就是合码轰轰轰的也不要响的 但是这个车的油耗呢 网友跟我叙述的 他说在普通的驾驶的时候呢 大概是9个油左右 稍微使劲开一开的话呢 大概是10个油左右 我觉得对于2.0自信10个油是可以接受的 今儿呢试驾就跟大家去聊到这了 真的还是那句话 小伙伴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作为一个跑车给你带来的东西 和我们之前拆过的所有的车型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那之后呢 是这个辆车相应的一些测试 我们一会再见 好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一些相应的测试 那我们首先呢 还是来看一下这个发动机的噪音 到底是多大 这台发动机呢 也是第一次跟大家去分享水平对质的发动机 又是这个叫全机手套的这种形式发动机 它跟一般的发动机呢 包括说已经测好了相应的高度 大家如果说看的比较仔细的话 可能会觉得说今天这个距离是不是有点近呢 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它上面是它的进气管 它的真正的发动机其实是比较靠下的 我们呢用尺的是非常精准的量过了 现在是一个20公分的这样一个距离 好我们还是想话不多说 来看看它的读书到底是多少 好那最后呢是定格在了73.3分贝 就是这辆车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测量的相应的一个分贝数 那我们现在呢去车内看看这个车内的噪音到底是多大 好那么现在呢就来说一下这个车内的噪音啊 直接来看一下这个分贝数导致是多少 让我许了千串 最后定格在了61.4分贝啊 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这个车的尾排并不是一个原厂的状态 所以说我们听到的这些声音呢 更多的是呃尾排的声音是比较大 当然呢这个也是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啊61.4 当然我相信如果是原厂的话呢 应该会比这个低不少 所以说呢这个是有客观条件的 给大家呢是作为一个参考 油门也是比较好踩的 好我们现在去下一个测试看一下 好那紧接着测试呢就是震动测试 当然刚才也说了是一个水平对峙的发动机 它就相当于一个纵制的引擎是这样吧 四个缸它呢给噗给飞成这样了 所以说呢它的曲轴依然是在中央 所以呢我们要去横向的测试 发动机的位置是比较低的 所以呢这个也不是特别好测 但是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来现在看一下它的震动值到底是多大 最后呢是定格在了1.9米杠秒平方 这样一个数值的情况啊 当然呢我对于水平对峙发动机而言呢 震动是不会太大的 是因为它的两侧有相应比较好的一个 相互抵消的样一个作用 当然我们看到了1.9呢 其实我印象中也不算很大吧 行吧那接下来呢就是下一个测试 我们去看一下 好那现在呢就我们来看看 这辆车的一个色差的测试啊 这辆小红车 丰田的86嘛 还是老规矩这块去取一个参照点 然后取直 好那这辆车呢最大的色差值呢是1.14 我们是在塑料杠皮的这个角发建的 那整体的车身而言呢 基本上是在0.4到0.6之间 相同的材质控制的还不错 这个塑料外皮啊的确会差一点 但是说呢对于1.14而言呢也是OK的 因为我们说只要不超过2 然后就是没有问题的 行吧这又是车漆的测试 你们现在去下一个测试看一下 好那么最后一样测试呢就是大灯的测试 当然这辆车呢远近光都是一个LED的 好来看一下 那最后呢数值是5640多克斯 最亮的也是在这一侧发现的 就在这个位置 今天的视频呢也跟大家去聊到这了 当然了我们之后的几天呢 就会看看这辆进口的非常可爱的入门版的跑车 大家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还是不要忘记啊 因为它是一辆丰田 难道真的是一辆丰田吗 斯巴鲁又是什么关系呢 但是之后啊跟大家想去聊聊一些话题 行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 那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说自己做出单本的 那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的大名话 那我们这辆车的拆车 我们再见拜拜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